GCG荣耀挑战赛决赛 为胎赛第一场比赛即将开始 唐柔 韩炎柔对阵萧石青胜利面 鱼队 你觉得如何 各有优势圈 都有个赢面 我就觉得唐柔面的赢面很大 他的手足绝对能冲着萧石青乱的方向 也是时候该让新人像我们听听老人哭了 这场战术大师萧石青 唐柔强大的手足能否补充自己战术的力量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正式进入比赛 我们看到唐柔延续自己的风格 一开始便冲向第一局中央 机械石与战斗法适合对战 李萧石青肯定会选择用射射用射 远射消耗 果然胜利面看到自己被发现 立刻选择拉开距离 果然击中了 韩炎柔被击飞 韩炎柔调很快起身反击 韩炎柔 韩炎柔被子好凶猛啊 竟然还能反扑 机械追踪让人行动至关 所以首选按理说应该是防守或者是闪兵 但是唐柔反而选择了强攻 他宁可牺牲大招的伤害 也要借着最高的攻击效果逼近生灵灭 反而大的萧石青一个措手不及 观众朋友 你们看到了吧 这些战术大师啊 平时一个个脏的就跟风波没一样 就需要这些反碰龙选手 来杀杀他们的锐气 这次真是大快人心是不是 此时声音没认出跳雷 韩炎柔无法发觉危险了 此刻韩炎柔躲过了攻击 他是怎么发现的呢 是巧合吗 还是直觉 动手 是小唐对声音的精准补多 作为钢琴高手 听里比常人要敏人很多 萧石青这招声音陷阱 失算了 小唐就是厉害 连萧石青的策略 也玩不转了 先练及时下节目 那可是荣耀四大战术师之一 萧石青 这里面机械空头 启动向前韩炎柔所备 连队限着唐若魏的死逃不断了 这还有把动手跟丢啊 兽天 李瑟三作为战术大师 和新飞代表的修世青 接下来会怎么做 他会利用自己那些 辛辛苦怪的道具 将战局通入 最适合自己发挥的环境 管他这么做 我就希望唐容妹子 一举破解 成功翻盘 看来还让无法判断 生命命的意图 走位非常进行 生命命估计从事 利用生命陷阱 发出了两颗跳雷 还要巧妙地完美的轮廓 这招影响不管 因为我为什么 他会选择这一种操作 生命命估计从事 并不是为了消耗 韩柔的血量 而是为了引导同仑 进入自己的心情 要结束了 孝世青已经算好了 几年的伤害 差不多了 中了 韩柔被击败 生命命一步步 将他带入自己的节奏 最终以百分之七十的血量 获得第一场内台赛的胜技 这招影响 这招影响 打开一下 怎么就输了呢 这怎么可能呀 小唐一路都应付得特别好 萧世青那么多攻击 他都能躲得过去 他怎么会输呢 小唐反应敏捷 打法刚好 属于天赋极好的进攻心拳手 萧世青 恰恰是利用他的长处 拖垮了他的节奏 什么意思啊 长时间的高频操作 小唐也会来 的确 这将会是一个 和叶秋一样可怕的对手 也会 Lol 这 Jacob 就很辛迅